到底是什么样的逆天剧情 让一个原本温柔善良的幼儿园老师 竟然绑架了自己的16个学生 还将视频向全印度同步直播 警方以为女人是在危言索听 立马派出救援队展开行动 可女人毫不担心 她冷静地给枪换好弹架 然后给子弹上堂 随即从休息室叫走一个小男孩 毫无危机意识的小男孩 还以为这是老师在和他玩游戏 却不知道这一幕 正在被全网直播 随着枪声响起 男孩应声倒地 正在看直播的所有人 全都被吓傻了 而女人的这一反人类行为 也在网络上遭到了口诛笔伐 但女人并没有选择就此收手 反而越发地变本加厉 为了展开自己的报复行动 她又叫来一个不安适适的小男孩 先让他乖乖地站好 然后给他拍了一张大头照 随即迅速来到隔壁房间 给两个人之一次拍下了人脸照 她马上又将摄像头对准自己 女人在将视频发布到网上后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大电视台为了蹭到热点新闻 纷纷对女人进行口诛笔伐 还将女人造谣成变态杀人狂 而这一幕正好被女人看见 她平静地拿起手机 向电视台打了过去 主播嘲讽奈拉 只要是还有良知的印度公民 就绝对不会参与女人的杀人游戏 但她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 印度民众不仅很喜欢这种游戏 还几乎将所有的票 投向了这个一脸惊恐的司机 而这个主播也不是擅长了 女人刚放走了她的孩子 她就试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 女人挂断了电话 主播也被说得哑口无言 奈娜也展开了更疯狂的回应 人质被打伤的消息 很快就被传到了网上 看见这一幕的总理 终于坐不住了 在军队的保护下 冒着大雨赶到了现场 知道真相的老黑 在将女人小时候 被侵犯过的事实告诉总理后 劝她不要进去 以免造成更大的威胁 总理虽然很同情女人 但奈娜之前枪杀了一个孩子 身为一国的精神领袖 她不可能答应女人的要求 奈娜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 这时她再次放出了两名人质 其中的小男孩 竟然就是之前被她枪杀的孩子 原来女人并没有打死小男孩 这一切都是她为了见到总理 精心布局的一场杀人游戏 总理和老黑一起进入幼儿园 女人这时已经架好了直播设备 他们之间的谈话 也将被全网直播给印度观众 虽然不知道女人的真实用意 但总理还是在对面坐了下来 女人这时将笔记本放在总理面前 这是一份帮助印度被侵害女性的民间组织名单 原来她之前向警方索要的五千万卢饼 都是为了捐给这些受害者 随着总理按下案件 这五千万也通过总理发送了出去 女人也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直到现在 正在观看直播的所有人 才终于明白了女人的真实目的 只有将实施侵害的人处以急行 才能让印度男人感到恐惧 总理同为女人 她也很同情奈娜的遭遇 但修改法案并不是她一个人能做到的 她决定亲自帮助奈娜 找到侵害过她的罪犯 但女人这时却说 女人说完之后就站了起来 质问对方当年有没有侵犯的她 却被司机当场否认 司机这时突然抢过老黑的枪 对准了奈娜 幸好手枪没有开启保险装置 奈娜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这时特警已经闯进了幼儿园 女人知道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她毫不犹豫地扣动了安机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坏人也得到了阴流的惩罚 奈娜也因为杀人被关进了监狱 但她的这一举动 却在整个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为总理后期成功修改印度法案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因素 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 但就在你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印度就有一名妇女 正在遭受非人的侵犯 所幸我们生在一个美好的国家 不用每天担心遭受不公的待遇 也不用拿枪做出最绝望的反抗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